三个大嘴巴 鲨鱼 鳄鱼 和河马 嘴里面都显着一个什么东西呢 嘴巴长得大大的 我们先来看一看 小河马吧 河马是最先来到的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看 哇 是不是这个太大了呢 所以小河马现在嘴里吃不下 也吐不出来 来 需要我们帮忙 这是一个释迦果 那我们拿出刀来 把释迦果切开 一半一半的 来喂食给小河马 这样吃起来就方便多了 再来吃另一半吧 小河马顺利地吃完释迦果 给鳄鱼 鲨鱼 金黄金黄的玉米 这样吃起来才有味道 鳄鲨鱼 鲨鱼吃完玉米也开心地离开了 那鲨鱼大王遇到什么困难了呢 是嘴巴长得大大的 原来是一个大橙子 大橙子我们不要说了 肯定是要包开皮对不对 要不然把皮吃进嘴里 色色的 非常难吃 皮包好了以后呢 大橙子有一点大 所以呢 我们要切开 喂给鲨鱼大王吃 再来吃另外一半吧 鲨鱼大王吃完橙子 要去追鳄鱼和河马 再来一遍 下廁 这个 好 再来